好來 繼續來看這個 已經收連率十二年 連中臺灣人 陷阱失望的冠軍 去年 遺憾失望的人所 就九千三百多人 創下到立書的身份 政府總統丹建仁 頂頂學界的代表 跟敏感團體聯合來 成立到國來第一 遺憾創意的平台 要拚在五年來 跟臺灣人遺憾的尊瓦率 提關一倍 八月齊是世界遺憾日 臺灣公圍界 醫學界 朋友團體 共同新立全臺灣第一類 遺憾準外律 八真創意北台 提醒大家對遺憾的重視 空氣污染是肺癌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世界衛生組織 已經把空污叫做新淹害 特別是我們的肺泄奶 不抽煙的 不管是男性女性 都是占了很大的比例 臺灣對遺憾的人 其實有一半以上都沒結婚 不僅臺灣遺憾面對三個危機 第一就是 外律上級 五年的時候外律不到百分之三十 再來就是發生的時間太晚 超過五時的換假 發生的時候已經是沒機 最後希望的比率 遺憾是冠軍 要關心自己的健康 所以一旦知道自己 有比較高的風險的時候 一定要去接受 這個肺癌的早期篩檢 學界打拼在價位 大家平衡時就要注意健康 日空二五年 疫情準外律背景的目標 大家作回來打拼 好